你 没事 不就是早更吗 早死早投胎 早更早 自由 我没说错呀 哪个女人没羡慕过 男人不用生孩子这是 哎呦 干吗呀你们几个 我又不是被判了死刑 不就是生个孩子吗 我想好了 我要是想要 我就做个试管婴儿 有道理 婚姻不靠谱 但孩子靠谱呀 现在完全可以去做动乱的 小生再生 就是啊 现在记住可发达 你呀 我都碰到这种事情 第一时间得告诉我们 还把爸我们当闺蜜了 就是啊 老干那种先斩后奏的事 吓死我了 其实 我这段时间反省了很多 自从我开始工作 每天都是紧绷着神经 没有一天是放松的 在职场 就像是如履薄冰 压力太大 所以身体也亮起了红灯 你们知道吗 我的手机闹钟 从早上六点 到晚上十二点 中间有二十条提醒 每一条都现在跟我说 钱嘉宜 冲啊 不要停 在万人眼里 我就是打不败的钱嘉宜 在万人眼里 我就是打不败的钱嘉宜 但我自己知道 还有什么打不败 就是我自己太害怕被打败 所以我想明白了 我想停一停 看看自己 真正追求的是什么 没事 累了 咱就休息 让工作滚蛋 让打不败滚蛋 对 败也不怕 败了 你账样是你爸妈的小宝贝 我们的好姐妹 但是身体不可以夸 钱嘉宜 你给我听着 你永远不许忘了 你还有我们呢 尤其是我 你忘了我是干吗的了 我现在要对你行使特权 我告诉你 你给我好好养病 完了之后我要放你个大驾 行 谢谢卢总 大傻子 卢总 我也要 你要什么呀 你好好工作吧你 我也要 跟你有什么关系 二十个闹钟你要不要 不要 我们什么都要